排抄第二阶段争冠组比赛拉开大幕 首场比赛就是天津女排对阵辽宁 作为争冠第一大热 天津女排至今保持不败 且仅丢了一局 实力无需多言 辽宁虽处在重建期 但一二阶段发挥出色 目前也仅输掉一场 还是很期待辽宁能从天津身上拿到一局胜利 第一局 王源愿快球先拔头筹 可惜自己发球又送回 开场多回合球不少 孙小轩斜线出界 瓦尔加斯跳发直接得分 李盈盈拐直线直接出界 石冰彤和孙小轩都是强攻着手 瓦尔加斯后攻打成 辽宁一攻也很稳 袁新月几次被飞都被顶起 刘燕涵短球打中 石冰彤轻拍得分 天津一传不稳 胡明远把握探头 瓦尔加斯这点也出现自失 切晓斜线出界 王源愿的快攻倒是最稳定 李盈盈调攻炸手 辽宁一传连续送过往 天津反击追平 暂停回来 李盈盈斜线再丢 效率一般 瓦尔加斯后二把握 断放和薛一只接连被拦 天津13比11反超了 局中辽宁有点咬不住了 特别是袁新月这点攻防优势开始体现 断放接发送分 王源愿发球下往过轮 孙小轩在抓反击 辽宁追发 刘燕涵相当管用 可惜孙小轩电调送给 袁新月一个探头 李盈盈斜线打中 孙小轩借掩护也被拦后排 石冰桐还是很敢打 帮助辽宁重新破镜 丁霞抓个空网 还得是瓦尔加斯解决问题 断放反击得分 薛一只又被单人拦住 石冰桐后二出界送局点 最终辽宁失配 天津25比19拿下首局 次局一上来 瓦尔加斯和王源愿各拦断放一个 石冰桐后三一对一拿下 王源愿轻拍空心 石冰桐状态不错 打掉结合 李盈盈跑动打个空门 瓦尔加斯跳发压线 确实发球强轮 好在天津触网让辽宁过轮 李盈盈面对三人篮网轻拍压线 断放后攻出界 暂停回来辽宁再送失误 石冰桐自接自扣 辽宁又一个触网 王源愿快球很顺 孙小轩和刘燕涵终于下球 尤其是前者 辽宁接应需要站出来 李盈盈轻拍直线 断放两次后攻处理得不错 瓦尔加斯后三连摄像机都没抓到 李盈盈发球连续得分 天津十七比十一拉开 石冰桐斜线得分 袁新月二号位被飞 孙海平替不出场 胡明远配成当家被快 王源愿被飞出界 瓦尔加斯后攻打手 薛逸之轻打得分 分差维持在四分 李盈盈后三打丢 天津的起伏很短暂 瓦尔加斯和李盈盈很难被限制 暂停回来 杨逸发丢 断放则发球得分 石冰桐反击炸手 天津也喊暂停 辽宁出网送分 李盈盈和袁新月连抓孙小轩两次后攻 石冰桐强攻也没过 二十五比十九 天津两局拿下 第三局回来 孙小轩还是很难通过篮网 刘燕含后攻得分 瓦尔加斯再收探头 孙小轩调高弧度结果直接打丢 断放四号位强攻造打手 李盈盈调攻和轻调都没过往 随后强攻终于定地板 瓦尔加斯后三底角 李盈盈后攻被拦回 天津没有保护 孙小轩这点还是有起伏 效率一般 不过起码能下球 断放和李盈盈各造打手 李盈盈四号位打得很轻松 石冰桶切条斜线 袁星月高点被非打成 天津十六比十一领先 石冰桶这场可以 自接自扣 刘燕含强攻被拦 王一竹替补出战 瓦尔加斯继续下分 林兴宇抢调直线 李盈盈后攻打个空档 王一竹发球得分 暂停回来 王一竹发球又有 还是石冰桶过轮 李盈盈看家小斜线 后段石冰桶和李盈盈 你来我往 天津能得分的点太多了 李盈盈发球拿到赛点 石冰桶切斜线出戒 25比16 天津女排三局轻取辽宁 本场瓦尔加斯打得很轻松 是辽宁篮房如无物 六成以上的成功率拿到18分 李盈盈拿到全场最高的25分 效率也不低 不过小将石冰桶发挥同样可圈可点 拿到18分 天津唯一瑕疵是一船到位率有起伏 只有27% 就能用于 压力 硬